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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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烏水 李宗盛 沿山子昏龍對不對 沿山子昏龍 也 這個為什麼 國民黨沒有想到這個嗎 我告訴你他真的沒有想到 當時陳水扁在做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做都市法產局局長 他也是為了解決台北市的淹水問題 所以研究這個基隆河 當時就有人說 日本人就想過 基隆河上游打個隧道把水倒到北邊那海裡面去 但是像一分時代跟 賤都沒有人再說這個 陳水扁當市長的時候 要我去研究這個問題 我才把那個方案重新找出來 我們民進黨一執政我就找國民黨 以前的這個水利署 就問他說 基隆河為什麼治不好啊 要解決基隆河要怎麼解決 他們提出來計畫說五千億 五千億啦 要拆掉的房子將近兩千棟 我說難怪國民黨不敢做 我剛才講說你們不要這樣做 你們把日本人的那個方案 從原山子打醉到分火 這個方案把它放進去 結果我們現在解決系值的這個水患 我們有沒有花到五千億 有沒有花到四千億 有沒有兩千億 有沒有一千億 四百億啦 五千億變四百億的改革了 所以第一個民進黨已經幫大家解決了 基隆河的水患問題 解決我們氣質的淹水問題 我們下一個問題要來解決我們的交通問題 誒我們的交通問題 我們對手朱博士 哇他的廣告好大 那廣告大家都會唸吧 他的解音系統是什麼 三環三線對不對 告訴各位 他在桃園也講了五六條線 他用什麼 建設五六條線 用他的麥克筆畫的 一條線也沒有做 對不對 一條就沒有造成 對 所以他們說啊 三環 他講的 在桃園不知道好幾條線 一條也沒十線 現在換一個地方要繼續騙 所以要三環三線 但是我們不是在批評他 如果他真的認真去做 我們支持他好不好 但是他去做護院長就可以了 對不對就可以做了 他不必要做新北市啊 為什麼 做新北市的市長 要從新北市的角度來看 三環三線是不是合理 比如說 這個三環三線啊 完全是 台北市捷運局想出來的東西 他想啊 還是台北市的問題啊 他給我們 汐止地區一條線 叫做什麼線 汐止民生線 這條線我們有沒有反對 我們不反對 不過呢 因為他沒有站在我們汐止的問題想 所以呢 汐止民生線 能不能解決汐止的交通問題 不行 不行 對不對 你如果是新北市市長 你應該提什麼線 南港線 可以延伸到汐止對不對 對 為什麼 喔 你都標了 五公完 差不多五公里左右 他汐止民生線齁 我告訴你 是七點五公里 要花七百四十幾億 總共要做幾年 三年後 三年後動工啊 不保證完工啊 完工可能還再加十年 怎麼二十年 那些市市竟然變成 我們從南港只要拉過來 五公里就好 對不對 需不需要七百多億 需不需要五百多億 需不需要四百多億 都不用兩百多億就可以了 路線有沒有比較短 汐止民生線 我們要通到哪裡 第一站 就是台北的內湖垃圾山 你們去那裡要幹什麼 接著下去你可以到哪裡 行天宮 旁邊還有殯儀館 最後你可以到 終點站 到淡水河 大稻城去釣魚划船 這個也不錯啦 也很好對不對 可是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通經貿園區 對不對 要通氣力調區 對不對 要通台北火車站 對不對 所以要哪一條線 我們的對手有想到這個嗎 沒有啊 他是那畫線 三環三線 沒有用腦筋去想 所以各位 要選蔡英文 還是選那位朱博士 好這個很明顯 但是呢 我們朱博士又說啦 捷運解決了以後 我們戲子好像自然就會發展 他說捷運做了齁 都市更新就會發展啦 我問各位 我們這個 台鐵的捷運化完成以後 戲子的老設計有沒有辦法更新 為什麼沒辦法更新 房子已經很久了 有沒有倒去了 鐵頭來就很壞了 沒有電腿 管線又不通 巷刀又狹窄 為什麼 因為先說也說不好了 對不對 什麼出來說 我們自己說說不好了 要叫財團來 又怕他拼去呢 他大吃小 聰明的騙我們這個比較笨的 你不聽話 叫人家拿黑槍給你 什麼樣 對不對 所以 行共公廟 一定要由政府介入 對不對 對 政府進來 跳進來 幫大家一起來做都市更新 好不好 政府 跳進來 我保證 在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個車站附近 我們所有老社區 這個都市更新 會進行的很順利 我們的對手 諸國是他說 要把他交給財團 對不對 財團就把他交給誰 黑道 對不對 你們要交給財團來黑道 還是要交給政府 政府跳下來幫大家 好不好 告訴所有繫子的老百姓 民進黨幫你解決治水問題 交通問題也要幫你解決 都市更新也要幫你解決 都動過腦筋的啦對不對 對 我們要 捷運 南港線延伸 我們要由政府介入來辦 公辦 都市更新 好不好 好 投給財務 會不會錯 會 投給財務好不好 會 你們都好嘛 但是你們要去拉票才行啊 對不對 好 加油 謝謝 謝謝我們 前經濟會的副主委 來張錦森務主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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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